这个小家伙从屋里边出来之后 对人是特别的抵触 也不知道受过多少的伤害 给他东西他还是不吃 我就把东西给他放在笼子里边 然后他在里边闻都不闻 还是在观察四周的环境 看看自己是否安全了 看看有没有坏人再来到他的身边 小家伙回到笼子里呢 还是比较安全的 这是他自己的感觉 在观察四周没有人的时候 他也会低头想去尝试去吃食物 但是在外边的时候还是看到人就跑 你就是拿着吃的给他 他也是看到你就跑 所以说我就把食物给他放进笼子里 心里还是有戒备心理 不敢去吃 小家伙偶尔也会看我一眼 知道我在偷拍他 对我虽然说没有特别的警惕心 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放下 希望他慢慢的会好起来吧